上班族整天对着电脑忙碌 不少人一边工作一边吃零食 以为可以输压 但最新的研究却发现 这样会养成零食成瘾症 让人越来越依赖零食 而且越来越容易嘴馋 你的脑袋会重新重受了神经回路 高知你的脑袋只有高盐重油重盐重糖之下 你的脑袋才会感觉到有精神有快乐 解释来自美国耶鲁大学的研究 发现高糖高脂高盐的零食 会潜移默化的修改大脑奖赏机制 影响到快乐多巴胺系统 让大脑觉得想要快乐就必须要吃零食 想避免零食成瘾症上升 最好的方式就是挑选正确的零食 包括低糖还有高蛋白 高鲜的苏打饼干或是像豆浆 那低糖或无糖的 那或是一些比较低热量的点心 比如说果冻 那或是像是一些蒟蒻干 这些比较有咀嚼感的东西 它热量比较低 其实也是比较好的选择 最容易被民众误以为很健康的零食 包括水果干还有坚果 其实糖分跟脂肪含量都很高 水果干的话 因为它本身其实是水果在去做干燥 去制作而成 所以它本身甜度的 甜度是蛮高的 对不对 那我比较建议就是如果要吃点心的话 那我们甜度的部分不要太高 因为精致糖过多的话 其实会让我们的胰岛素快速分泌 下次吃零食前先仔细想想 别因一时嘴馋养成无零食不欢的成因症 巴辣新闻和平李松元采访播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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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